网上热传的这一则消息中称 黑科技国产量子隐身衣 通过量子隐形材料制成衣服 透过反射穿衣者身边的光波 可以使穿着这种衣服的人达到隐形的效果 有的还声称 士兵如果穿上隐形军衣 可以避过夜视镜 多个微博大V也对这个消息进行了传发 还附有一段隐身视频 这段视频中 一位老人在草丛中披着隐身衣 凭空消失 很是神奇 网友们有的感叹 真的有这玩意儿 这可是我从小到大一直想要的 有的担忧 以后小偷做案更加隐蔽了 怀疑的声音也不少 他身上的衣服能引掉 身后的植物为什么引不掉 也有网友直接指出 这就是活有人的视频制作 记者随机采访的多位市民 大伙对这段视频也各有看法 感觉像假的吧 感觉像假的 怎么判断是假的呢 因为隐身音都是一般在 就是虚构的电影里面能看到 还是不相信有这个技术 对对对 觉得应该是真的吧 应该是真的 因为现在可以这么发达 就是发明什么 我都觉得不是很奇怪 觉得科技能达到 对对对 他肯定是利用什么 就是那种视觉上的给人一种 模糊的一种东西吧 就像变魔术一样嘛 但他没有说的那么神奇 有可能是塑料薄膜 然后角度的问题啊 拍摄角度也不是不可能挡住了吗 不是 因为现在网上有很多 像这样的视频啊 就是通过角度 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我觉得挺可怕的 挺可怕的 就是走在路上 突然出来一个人 然后再有自己的隐私 被偷窥了都不知道 觉得他这个隐身衣 是真的白皮的事 有可能 有可能 那你对这个隐身衣 怎么看呢 我可以知道 他有人开始用视频了 我觉得如果真的有的话 就是用在好的方面 不要就说用在坏的 那个方面就行 而在视频剪辑师 王远志看来 这一段视频 不仅没有那么神奇 反而十分小儿科 王远志告诉记者 制作出同样的视频 非常容易 只需要几分钟 他也可以让记者 和视频中那位老人一样 看上去拥有超能力 这个其实是一个 比较简单的 整个科程 你也可以做吗 对 多少时间能做到 大概就十分钟 不到 很简单 怎么做 我可以做到今天了吗 都不错 都不错 我们下面呢 记者也将化身为魔术师 让我们起来见证奇迹的时刻 王志远解释了这段视频的制作原理 简单来说总共分三步 第一步拍摄无人纯背景 第二步记者拿着一块绿色的布再拍一遍 第三步用视频制作软件 把绿布部分抠掉 把两次的视频合成 隐形一效果就出来了 王源志说 现在有不少视频后期合成软件 都可以做出这样的效果 通俗的说法叫抠图 类似的技术早已在电影特效中普遍使用 为什么要用绿布呢 一般我们在扣布的时候都会用绿布 对一般都会用绿布 主要是绿布呢 颜色反差和周围的环境比较大 特效软件呢 会识别它的不同的颜色 所以说会比较容易抠除中间的部分 网上流传的关于隐身衣的消息中提到 这款高大上的隐身衣 是浙江大学的科研团队制作出来的 记者就此时联系了浙江大学方面 该校新闻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这段视频是后期制作的 跟浙江大学也没有任何关系 浙江大学官方微博显示 2013年浙江大学陈鸿胜教授团队 的确发明过一种隐身衣 虽然是叫隐身衣 但其实并不是衣服或者布料 而是一个由特殊材料制成的柱体 因为我们我们自己的学校 确实是当时是有一个那个是隐身衣 但是它是一个是用这个六边形的那个柱体 它是用这个 它是用一个玻璃装置 然后组成的主要是 它是一个光学的一个原理 完成了一个隐身 那那个是那个是 那个是浙世的一个科研成果 浙江大学工作人员告诉本栏目记者 在实验中陈教授的科研团队 使用这项隐形装置 成功使猫 鱼以及铅笔之类的物体隐形 但实际上这是利用光折射原理 使光线绕过向隐形的物体 所造成的一种视觉假象 跟网传视频中的隐身衣根本不是一回事 网传的消息将这两者联系在一起 只是故弄玄虚 大连海市大学物理学教授于涛告诉记者 这段视频中的隐身效果 现有的科技手段还无法实现 这是从一个视频剪辑的办法 来实现的一个所谓的隐身的效果 但是这种效果 它又加上一个量子的概念 就是利用一个比较高大上的 这样一个先进的概念 来包装它这样一个 它制作的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隐身效果的这样一个结果 来吸引眼球 那么现在的隐身技术 还达不到这样的一个 目前这样的效果 可以说就是它这个视频 应该是一个人为造的一个假的现象 于涛教授表示 网传这则国产量子隐身衣的消息 可以确认是谣言无疑 大伙把它理解为 对科技进步的憧憬就可以了 科幻影视作品中 包括隐身在内的各种特异功能 理论上都可以实现 但有很长的路要走 现在这个隐身这个研究的话 就是近十几年 可能也是一直是比较 比较热点的一个研究 就是各国的科学家 也是通过各种手段 各种思路 来为这个隐身来这个解决问题 但是目前来讲 就是说隐身所这个面临的 这个新的材料的这个研究啊 现在有很大的这个困难 很大的困难 就未来这个隐身能实现到什么程度 因为这个科学发展是无限的 那么也有可能在未来有一天 我们能够这个通过科学上的突破 实现了那个隐身的效果 很长的